人类天生是由竞争精神所驱动的 我们在竞争中着重成长 通过运动比赛 创造了一个健康和安全的竞争平台 并将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尽管现在的比赛已经被改良 使得发生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大幅度的降低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可否认这些比赛活动 依然会对参赛者造成一些伤害 但这种危险性 跟古时代的比赛危险程度来说 可是连边都站不上 现今社会的我们当中 有许多人倾向于观赏危险比赛 以暂时带来身上限速刺激的快感 但这些古老的比赛中 大多都是血腥暴力的 而且以现代标准来说 可是和疯狂无论的分别 大多选手们在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 会逐渐死亡 因为这些比赛 有时候会导致选手们失去其中一个肢体 甚至是他们的生命 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观众们的娱乐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八个古代史的比赛 这些都是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太过疯狂 你认为现今哪个运动比赛 对你来说非常刺激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在这之前 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 获取我们脑洞大开的最新影片 以中美洲的球类运动而为人所知 这项比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 由古代的中美洲原住民进行 这项比赛据说类似壁球 九元的目标是在十环场地中 互相传递一个十星沉重的球 这项比赛非常残酷 它会导致选手严重受伤 对他们留下永久的伤害 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死亡 更糟糕的是 这项比赛之后会有一个仪式 那就是输掉的队伍 必须执行华人生计 斩所队员 特别是队长 Venetio 翻译成中文 这项罗马比赛的意思是猎人 是角斗士的其中一个战斗 也是当时公元54年 罗马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 它需要一对努力面对野兽 包括20只充满攻击性的大象 全速冲向选手们 竞技者只有大约2%的机会 在整个比赛中幸存下来 不用说也明白 这种比赛是非常暴力的 导致了无数人和大象的死亡 单单这个名字本身 你就可能已经分辨出 这项来自希腊克里特岛的古老比赛 涉及年轻男子跳过高速奔跑的公牛 对于古代克里特人来说 成功跳过一头公牛 代表着一个男孩转变成一个男人 但令人伤心的是 大部分男孩从没能长大成人 因为他们在尝试跳跃公牛时的失误 导致他们当场死亡 有些人可能比较幸运 在伤识严重的情况下幸存下来 只有少数人非常幸运 成功完成了跳跃并且毫发无伤 古希腊是搏击 古希腊总有很多事物让至今的我们都频频称赞 其中之一 就是他们发展了地球上第一个综合格斗比赛 and creation 这是一个打击和摔角的组合 就相当类似于现代的MMA锦标赛 然而这种古希腊搏击比赛 并没有重量级别 时间限制和回合之间的休息 规则很简单 几乎什么动作都允许 而且战斗可不会定止 只到有一方认输 这里有趣的是 尽管这种战斗令人觉得圆满 而且几乎是致命的 但参赛者并不允许杀死他们的对手 这么做会导致直接被判输 因为这意味着被杀死的参赛者 有着更强大的战士精神 所以继绝退出而死 兽皮拔河 这被认为是伪惊人版本的拔河比赛 它和我们今天进行的经典比赛有着相同规则 但里面因为有一些小小细节 让它成为了伪惊人的最爱 首先 伪惊人不拉绳子 他们是拉着捆在一起的兽皮 第二 维京人为了让比赛更有趣 通常会在露天火坑里举办比赛 所以输掉这场比赛的话 可不仅仅是让人沮丧 更是会导致整个队伍直接被拖进火坑 面临最可怕和火热的结局 战车比赛 如果你看过1959年的经典电影 冰汉 那么你可能会回忆起电影中的战车比赛场景 可以了解这场古老比赛是多么的暴力和危险 在古希腊 罗马和拜占庭帝国时期 蓬勃发展的文明中 战车比赛可是一向流行的娱乐活动 战车比赛的参赛者会花得一大笔钱 并享受着相当分量的名望 然而他们也会过着短暂的生命 因为战车比赛几乎没有规则可遵循 参赛者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只为了阻止他们的对手完成比赛 他们可以撞向其他战车 摧毁他们 甚至使用武器杵杀马匹 这通常造成 其他战车的参赛者直接撤毁人亡 这是在古埃及时 非常受欢迎的一向格斗比赛 一副角族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两支队伍在他们各自的船上 冒险进入二语出没的尼罗河水域 并必须使用船桨和场杆 将他们的对手从船上打倒 那么互相将皮子打得不省人士 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残忍 但这并不是参赛者在这项比赛中 唯一会威胁生命的可能 如果他们被打落到水里 幸运的话 也许他们可以游到岸上 但大多数的他们 在到达之前 会被水中潜伏的鳄鱼 和马 和其他野兽活活吃掉 这项古老的老马比赛 在中文字面上的意思是海上格斗 这基本上就是海战比赛 其中参赛者的目标 是需要摧毁对手的舰队 并杀死所有由犯人组成的船员 这项比赛可不是在原海中进行 而是在特别设计的人工水池中进行 有时水里甚至会包含多种海洋生物 最早记录的海战比赛 是由凯撒大帝 在公元前46年 为了纪念他在军事上 获得胜利而举办的 还有一个记录 那就是这种巴黎比赛 举办的最大型的 是由克劳底斯王帝 在公元52年安排的 当时这场海战 有100艘船只 和大约1.9万人的餐饮 无法否认 我们的远古祖先 有能力想出超夸张的方法 在娱乐自己的同时 还推动了人类身体 达到非人的极限 幸运的 这些古老比赛 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完全消失了 在我们现今生活的世界里 我们不再推崇 或强迫人们参加血腥和致命的比赛 目的就只是为了娱乐大众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无法找寻 让人类获得娱乐的乐趣 我们也喜欢危险 或起线运动 就像我们祖先曾经做过的一样 只是我们不再认为 参赛者必须失去他们的生命或肢体 就只为了让我们获得刺激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你认为现今哪个运动比赛 对你来说非常刺激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有想要看到什么主题系列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